很多姐妹找对象 都会找族内的弟兄 但相处一段时间后会发现 弟兄尽管在教会 甚至从小信主 但没有看到真正悔改重生的生命 两个人淋漓不通 沟通不畅 姐妹往往很痛苦 像这样的情况 姐妹应当继续走下去呢 还是分手呢 那这个问题 与刚才问的一个有相识点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答吧 当一个弟兄或者姐妹 他说我要寻求一个基督徒伴侣 在谈恋爱之前 他跟自己说了 他定出这个原则 那请问 他是以什么来断定 那个对象是信徒呢 是不是他 像你说的在教会长大 或者他受了洗 或者甚至他在教会里面服侍 就以此就定 他是基督徒 所以我跟他在一起 这是成立的 必定蒙神的祝福 那我想这样来认为的 是相当不正直的 因为谁是信徒 信徒真信的人是怎样 他在教会里 他受洗了 但是他重生吗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问的问题 那对一个姐妹 那他寻找对象 他说我要找信徒 那他一定要问自己 一个人他受洗了 还是你看到 他是伪生于真理 他的生命里面 是否真实有圣灵的印记 你是被他里头 基督的信念来吸引呢 还是只有 他名分上是信徒 所以很多姐妹走错路 就是在这一点 其实他真的问自己 他可能是赏识 他外在的条件 或者他的有一些背景 然后呢 就说他刚好在教会 是服侍的 或者是在教会长大的 然后就跟他在一起 那之后呢 然后发现 根本没有生命 品格还比非信徒更糟糕 那么我讲一个很真实的话 有一些非信徒 他们的品格 他们没有听过福音 但是他们的品格 还比 有一个在教会长大的教徒 但是没有重生 也从来不认识神的真理 听了这么多道 还是不明白 那 那个非信徒的品格 还比这样的信徒的品格 来得更好 因为那个非信徒 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 基本上还懂得爱人 懂得尊重人 但是一个有受到 这个真理的一个教导 好像尝过天恩的人 但是无动于衷 那你想 他不叫你失望是假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基于这点呢 很多姐妹没有考量好 或者盲目的说 收洗就是基督徒 就这样认为说 那么当然话说回来 那如果都已经在一起了 甚至有一些都有了关系了 然后现在发现他样样都不好 也才来后悔 那我说 他要靠主的恩典 在这个时候要靠主 怎么靠主的恩典呢 第一他自己要先蒙恩 他自己先要追求主 他因爱主追求主 他的心变了 他的心变了 他的心依向主了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他的另一半 对他感到厌烦 为什么从事就是去教会 总是就是讲耶稣啊 总是就是关注信仰的事啊 如果这个另一半 因这个缘故厌烦 那这个感情是自动会断的 那如果他不愿意放手 但是你的心是变了 已经尾身于主了 那你也会发现 最终你没有办法 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 那就不用走到婚姻那一步 那或者 在有某些情况下 虽然他的生命是好像 根本不像一个重生的信徒 但是已经有了感情 也不愿意放 那你要为他祷告 背起这个十字架 那一直到他 真正的重生信主 你们不要谈论婚嫁的事 你也自解 然后这样的 要守住一个原则 那这样的 这样做的时候 主看到你尽全的心 主会动工 也连续你 那这是我给 这样的姐妹的一个建议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